大家好 这里是司法行政系统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和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系列访谈节目 我是主持人钱一文 今天我们访谈的嘉宾是辽宁省建昌县司法局盲牛营自司法所所长张玉峰 他曾荣获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 全国模范司法所所长 全国法律援助工作先进个人等荣誉 张所长您好 主持人您好 作为一名司法行政战线的基层先进代表 请您结合岗位职责谈一谈在基层司法工作实践中的体会 作为一名基层司法行政工作者 我始终坚信没有解决不了的矛盾 没有化解不了的纠纷 我们基层司法所工作人员 要对每一起纠纷 每一个案件都要做到案解释了 传承同步开展 无缝对接 司法犀礼 多软联动 跟踪调除 才能努力做到不留时角隐患 严防 复然反弹 以实际行动 助劳基层社会稳定的坚实屏障 张所长请谈谈近年来您所在的基层司法所主要开展了哪些工作呢 我和我的同事 助手基层一线 实现了辖区 法制宣传无时角 化解矛盾纠纷 无激化 在角 结角 和刑满释放人员 实现无一托管 私联现象发生 在从事 司法行政工作的 二十多年里 我指导和化解矛盾纠纷 三千余件 处置平息 纯体性矛盾激化事件 五十余企 期间 现场处置了多其属地企业 与村民因施工建设 征战补偿问题 邻里纠纷问题 而一触即发的纯体性泄斗 甚至还有一些个人极端事件 其中 我印象中最深刻的是 在今年开展万件画访活动中 我直接负责化解包包一起 三年未决的省市重点关注案件 辖区村民王某 因房屋翻箭 与他人产生纠纷 扬言采取暴力极端手段 解决纷争 为防止事态扩大升级 我第一时间分析研判案情和解决方案 利用早晚和周六周日休息时间 主动上门二十余次 耐心细致已按释法 情法结合 多挫并举 最终讲一起 啃不动的骨头案 办成了定分指征的放心案 有效预防和化解了一起民转行 行转命案件的发生 党的二十大提出必须完整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请问您对坚持新发展理念 不断推进基层司法工作 和高质量发展方面 还有哪些新的思考和展望 习近平总书记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描绘了法子建设的美好蓝图 对于我们认清 新发展阶段赋予 事法行政的新使命 新任务 用新发展理念去谋划和推动工作 指明了方向和目标 多年实践中 我提出了防、排、调、防 四字法化解矛盾纠纷理念 我深深领悟到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 但通过构建起乡村主 人民调节网络 能够成功将大量的矛盾纠纷 化解在基层 化解在萌芽状态 在今后的实际工作中 我将把二十大精神 与基层普法工作相结合 让法律知识 真正潜移默化地 走进百姓心中 努力使 遵法、学法、守法、用法 在基层蔚然成丰 切实讲 学习成效 转化为基层普法工作 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为法子建设 贡献自己的力量 谢谢大家 好 感谢张所长接受我们的采访 也感谢各位收看 再见